有人在去年2021年5月7日做了小哲和龚俊的微博粉丝互动数对比的数据 数据统计方法是 参与龚俊和张哲瀚4月20日前的10条微博互动的人 在过去半年内还跟哪些明星互动过两次以上 博主说这是他第二次做两人的数据对比 第一次是3月 这一次是5月 两次数据显示 其他互动明星排名没有大的区别 但是 3月份时两位商和令男主的微博互动主要来自饭圈常住民 大概为96% 而到了5月 两位男主的微博互动里都开始有了大量的新鲜血液 参与张哲瀚微博互动的总人数为17460人 其中9407人在过去半年里没有和TOP50的明星多次互动过 大概率为53% 参与龚俊微博互动的总人数为9264人 其中41567人过去半年内没有和其他TOP50的明星多次互动过 大概率为46% 当然不排除有人爬墙新开微博账号的可能性 但是这个数据说明两人分别都圈了新粉 从这个表不仅可以看出小哲的粉丝互动人数远远大于龚俊 还可以看出两个人的CP粉在各自粉丝群体里占的比例 小哲的粉丝里CP粉只占29% 而龚俊的粉丝里CP粉却占了54.9% 橘子皮看到了吗 龚俊才是那个从一开始就要靠CP粉的人 而从来都不是小哲 所以橘子皮去做公司吧 只有维粉才能得到正主及代言品牌商光明正大的偏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